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部片子无疑把我们对于生活和以前社会事情的认知更加的增进了 对于这部电影 观众不仅对学生的演技表示认可 还有王传军的演技也别广大网友称赞 之前就有人批判王传军不去出演爱情公寓大电影 觉得套外本了 如今很多网友却对王传军录赚本 通过这部电影 真的让大家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王传军 学生拍《我不是要神师》 还邀请过孟威当红明星 结果那位明星恢复到 只演片方十亿级别的电影 眼下之意就是看不上学生的作品 还达不到十亿的级别 只不过如今我不是要神爆红鼠七档 看来这位明星的眼光还是有所欠缺 如今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呢 还有之前在出演爱总中的鲍贝尔 也是曾因为倒下火爆一时 这部电影同样没醒他 在接受采访时 人们问起鲍贝尔为什么没有出演《我不是要神》 据相关人员报道 鲍贝尔也曾问过徐征 只是徐征四个字回应 你不合适 才告一段落 并且鲍贝尔表示没关系